你到底是谁和我们董家有这样的宣仇大恨 此刻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正好自己去找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 你觉得瞒得过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要去听谣 就算二叔真的娶了他 你也得不到他 就算他心里只有你 你根本不把他性命当回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给我住口 问了一个女人反目为仇 成何体统 我若是告诉他 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董廷阳要是知道半个字 我就杀了你 你不是张开少爷 你不是张开少爷 我才是张奶奶 我才是张奶奶 她当初那样害你 她这样完全是咎由自取 可她不是我的仇人 她是我的亲人 我要是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呀 不如 你让我亲一下 为什么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去找她 而不是来找我 你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 女子 你跟二爷和好 好 我说的少爷 就是二爷 二爷还是少爷 少爷还是小少爷呢 所以当年的方家少爷是如今的二爷 若是想杀一个人 那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求而不得 才是最让人痛苦的 我刚在你身边这么美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这鸽子想纹身才是我的印章 只有在我激动时 才会现现 就因为一封莫名其妙出现的信件 就要把你之前对我的信任全部推翻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 那你现在就可以选择把我杀 对待自己的仇人 不要写着我 不要写着我 你说我 继续 低 确 感恩 ev